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最重要的目的 我們希望藉由這次的論壇 發掘在數位 科技 創新 永續的潮流下 新的發展契機與投資的這樣的趨勢 並拓展大眾對投資理財正確的認知 達成普惠金融的目標 透過這次的活動 我們希望能夠精益求精 白尺乾頭更進一步 我們提到了不管在專業還是在Integrity上面 我們都是非常驕傲 我們現在是領先的地位 但是我們希望在新的領域裡面 包括ESG 包括未來的AI 包括Cruple Asset 這個種種領域裡面 我們都能夠比別人看得更遠 做得更早 財管的新未來 在主管機關的很多的不惠金融 公平對待 引法保護等 相關的措施的一個推動之下 我想任序永續 都是我們整個產業 投進投雇 在未來發展一個很值得努力 跟投入的一個方向 我想未來不管是透過手機理財 透過定期定額 透過基金的一個方式 都可以協助投資人 從第一里路到最後里路的一個完善理財 的全方位服務 今年我們CCIM很榮幸加入我們WIW論壇 我們希望透過WIW這次的論壇 給大家認識我們會員的CCIM的價值 讓大家知道我們CCIM的會員可以評估 繁地產的時候可以教我們來幫忙一下 集保結算所希望藉此機會透過行動理財 理財就在一指之間這個主題 來跟大家說明本公司運用金融科技 所推出的一手掌握 以及電子投票平台等服務 同時更邀請我們子公司基附通證券 共同規劃的讓孩子好好長大 讓自己好好退休 這個與大家資產管理及理財攸關的主題 和大家分享 中華民國退休基金協會 我們能夠期待透過這次圍區四天的研討會 能夠集合眾人的智慧和專業 發揮智庫倡議和共同學習的功能 提升台灣整體退休制度的韌性 數位率和永續性 以及財富累積的充足性 並且發揮對社會環境正面的影響力 其交所希望透過這次的論壇 提供投資者教育 以關注投資者權益保護 並期望提升投資者財務金融資訊 配合本次論壇主題 任性數位永續 其交所特別邀請國內知名學者 就AI與衍生性商品市場的應用 包含期貨選擇權定價與避險 以及CHAT GPT在期限貨市場的投資運用等主題 規劃三場專題演講 另外也就台灣期貨市場的創新 及任性發展趨勢 以及未來展望進行座談 相信可以為交易人 帶來更多新的觀點與啟發 這次貴買中心共同參與 2023年世界投資者週聯合論壇 主要結合產業的趨勢 與投資的任性多方視角 不僅邀請國內重磅學者及業界專家立領 更特地邀請國際資本市場協會 ICMA永續發展債券專家清零現場 相信將為國內投資人 帶來最新的國際觀點 相信投資朋友們都能從這次論壇 獲得清晰而使用的資訊 配合台灣經濟成長以及人民的高儲蓄率 台灣的資金已經成為世界資本市場 非常重要的力量 但面對地緣政治的變遷 還有歷史的快速變化 我們都需要讓更多的投資人保護 以及投資人教育 來讓台灣的投資人有更高的韌性 也只有跟國際接軌提升投資人韌性 才能來落實追逐台灣成為亞洲財富管理中心的目標 WIW 為國際掌握投資人士認識